为什么设计师要每天去施工现场呢? 客户跟我们洽谈的时候 主要他的一些需求跟他的想法 都是直接对我们的 所以我们在讨论图面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把客户的想法都放到图里面去 但是不见得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图里面呈现 有一些东西也无法从图面上看到 真正施工上的细节 所以呢 师傅有时候会误判做的方式 或者是做的内容可能会有出露水 尽可能我大概平均都是每两天会到现场去一趟 大家好 我是红标设计的设计总监张一德 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桃园 金国路这边的一个新的建案 那现在目前工作的进度已经到了 有期的施工了 大概预计这个礼拜有机会施工完成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装灯具 还有装系统柜以及附设地板 工程就会结束了 我们先过来看一下这里面的 中间的一个进度 针对这个墙面的主题漆的部分 它的一些漆面的一些粉刷工程 我们在今天下午跟明天就会把它陆续完成 门片呢上面会做不同颜色的跳射 所以呢师傅先把它拆下来 放在架子上做喷漆的动作 目前来讲油漆的部分已经大概快要结束了 大概在一天半的时间我们这边就会结束 它这边的一些木座的油漆粉刷已经做好底漆的动作了 接下来在后面的部分会把那个面漆都把它喷完这样子 然后墙壁的部分也都已经做好粉刷的动作了 接下来呢我们已经联络了灯具厂商 油漆完之后就来装灯了 下个礼拜呢这边晚上到这个空间之后 你就会看到 整个灯光在室内空间的 还有一个照明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今天以上就是在金国路这边油漆施工的现场 目前工作的进度都还蛮顺利的 也就后面的工班师傅已经都约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来看看 接下来做的这个所谓的灯具跟系统柜的施工 我们下礼拜就来现场这边看一下它后续的进度 这边金国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设计方面有一些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和分享哦 也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追踪第一手资讯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